作为我国最南端的省份,台南是许多北方人心中计划的一生,必须要去的旅游之地。 作为陆地面积仅有3.54万平方公里的省份,这里因为距离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区域较远,在文化方面也就显得稍微落后些,但也没必要以偏安全。 三十年来,海南在当代一批文化人士的努力下,也呈现出较特别的艺术味道,海南也是有作鞋和美鞋的,成立时间较晚,这和海南于1988年才单列成省有关。 今天咱们聊一聊海南美鞋的现任主席,海南美鞋现任主席是谁,他的作品如何? 此刻,2015年10月25日,海南美鞋进行幻届选举,美术家陈茂叶当选海南美鞋主席,在前一届2010年的幻届选举中,他就已经当选过主席了,这一次他成功连任陈茂叶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1956年生,海南本已偏着他的家乡安宁市,更在东南沿海处, 生于丝长于丝,深受到地环境和地域熏陶的陈茂叶,自然和普通的画家不同,但他的艺术之路,似乎挺平坦些。 1981年,陈茂叶毕业于广东工艺美术学校装潢专业,这时,他的绘画教义已经出具根基,不久,他又在广东美院国画系深造,三年后结议,此后,他就职于海南省群众艺术馆。 随之而来的,是他创作的越来越多的绘画作品,接二连三在全国美展上获奖,他的艺术之路,就像高山流水,自然而然,顺势而为, 因为过于平淡,似乎没有多少值得细品的味道,但就其画作而言,却是很有看透的,三十多年的说话磨练,让他的作品洋溢着难得的豪情,自幼就生活在海南的陈茂叶。 文从沈梦认为,六十多年的熏陶,六十多年的滋滋追求,让他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的绘画也自然而然地融进了海南风光。 在艺术的道路上,他不断追求新风格,不断突破,将海南的风物以线条的形式展现在陛下,连马行空,自由挥洒,那些大小规则和不规则的体活面,看似无序,实际上运味深长,鱼音鸟鸟,引人入圣。 陈茂叶的绘画色墨并用,色墨交融,降心独具,粗看起来,颇有些灵弯味道,但细细看,具有一定的层次分别。 在纵横交错的间隙中,看到了他冷静的艺术追求,这种味道,是陈茂叶为紧张忙碌生活着的人们,打造的温暖和闲适的境界。 作品,也洋溢着豪迈之情,不静下心来,很难体会其中之巧妙。 多年来,陈茂叶已经多次获得省内加奖,他的作品,也被中国美术馆党展馆收藏。 其人其事,也在当地,有一定的影响力,见过陈茂叶的人,笔下写的他也很特别。 他说着一口海南方言版普通话,不仔细听,会听不懂,仔细听,还有可能听错。 这位朋友,听说陈茂叶是花鸟画家,转门调侃说,知道他是花鸟画家,却一直不知道他画的什么花什么鸟。 这,大约可以算是书画圈编人,对陈茂叶作品的一种个人化观点吧。 不知道,网友看到这样的作品,会如何评价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